近日,南京明孝林神道石刻保护修缮项目前期勘探试验正式启动。 在南京明孝林的石像路上,一共有17对34尊的石像。 记者在翁仲路的入口树发现,一对石像已经被围挡起来。 据中山林园管理局文物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是600多年来第一次对石像进行大规模修复。 600年以来,南京明孝林道石刻一直暴露在自然环境中。 修复人员,根据明孝林神道石质文物自然病害特征, 选择其中一队翁仲石刻进行修复试验。 张鹏斗告诉记者,南京明孝林石像路上的石刻所用岩石材料均为石灰岩, 因为长时间暴露在自然环境中, 普遍存在表面污染以及生物侵蚀、溶石、裂隙、残缺、断裂、空骨等多种类型病害。 为了更好的保护神道石刻,最大限度地保存其文物价值, 经过慎重考虑,严格筛选。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了明孝林神道石刻保护修缮项目前期侦查实验方案设计的任务。 根据文物自身病害特征,选择其中一队瘟重石刻进行修复实验。 参考石质文物保护的基本方法, 修复人员采用物理清洗、表面突延、裂隙灌浆、细小裂缝修复、 局部修补等一系列针对性修复技术对时刻实施保护, 并将在后期进行定期养护与监测。 该修复实验将于10月1日前完成,届时将面向市民游客开放, 而这次修复实验也将为明孝林神道石刻整体保护修复提供宝贵经验。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